一条鱼 躺了2400多年 还躺成了文物 又躺进了博物馆 如果随着大家的炒作 它还可能躺成了网红 这就脱脱的是鱼生赢家吧 想着想着想着 潜意翻身这个词就追口而说了嘛 那就设几个印章 买通话文碟的就在我这盖 没买通话文碟的 别人也想盖章的 我就在我通话文碟处 我设置了一个专门提供游客 自助盖章的位置 让它自有加盖的 后来那个阿姨跟我说 章子呀特别火 就没几天就盖坏了 没盖完好几个 这个章子是寿命最最短的 只上了四天就被盖坏了 我就想着老这样盖坏 也不是那个事 我就设计了一个卡片 就是设计成 嫌疑翻身带回家 再也不愁没钱花 后面两个字就大大的字 就躺赢嘛 留了个小边框 专门盖那个 便宜翻身印章的 就做这个活动嘛 要买那个通晚威蝶的 就可以免费领一个 如果是之前买过通晚威蝶的 拿着它的通晚威蝶过来 也可以免费领一个 因为这个秘密蛮好嘛 让大家在这个参观博物馆的 同时能带这个小卡片回去 起码我觉得心情是舒畅的 大家能带着这种美好的祝福 就要面临着这个春节了嘛 如果是这段时间销售的好 就是工厂一放假 可能会出现一个短暂的真空期 但是过完年之后会接着上 就是通晚威蝶在 这个嫌疑翻身就在